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苗栗县竹南科学园区发展 让大浦地区外来定居人口是不断成长 政工所为了提升生活机能 善用公园的用地 整建了两座全新篮球场 获得年轻人的喜爱 早上七点到晚间的十点半开放 也欢迎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在球场上投篮 尽情挥汗 舒展金骨 竹南镇大浦专科五路和六路 建置全新篮球场 获得年轻人的喜爱 在这边至少来到场 有运动设施可以运动 我觉得还不错 会让这边的生活机能环境更好 我觉得这样会吸引很多 就不用 如果你喜欢运动的话 就比较多选项 这边就不用只有跑步 也可以来这边打篮球 大浦地区因竹南科学园区的发展 迁入人口不断成长 生活机能必须跟着提升 政工所善用公园用地 建置两座篮球场 公所整体来讲 包括这个区域 还有我们这个二高桥下的一些路段 我们以以后来建置一些休闲的运动场域 当然在这里 那已经建置完成 我也希望说附近的居民也可以好好利用 建置篮球场是美意 但也有民众反应可改为停车场 对此政工所强调 正是公园用地的实施 公园不是用来停车的 公园是用来让大家来做休闲 当然我们在大浦这边有八个停车场 八个公园用地 可能陆续我们要求我们同仁看怎样 做这个环境或是公园的一些设施 看磁器算怎样都来增加 让一些人能够好好来做利用 大浦砖科路篮球场 开访时段是上午七点到晚间的十点半 设置有自动上锁门禁 善用休闲设施 也请民众共同爱惜公务